另外就是臺灣也有一個都市傳說 跟孫中山有關 陳老師 對 那個這是臺灣流行的都市傳說 說那個國父孫中山先生是懸天上帝投胎 那所以他懸天上帝腳底下的龜蛇二將 後來也跟著投胎 那投胎成哪兩個呢 一個就是蔣中正 一個就是毛澤東 那蔣中正就是龜神 然後毛澤東就是蛇神 那在孫中山先生還在的時候 因為他就可以巧妙壓制兩人 可是等到他過世之後 那龜蛇二神 誰也不服誰 所以就會來個龜蛇大戰 這也就是國共內戰的原因 那當然我們會好奇 這個東西會不會是穿著附會 那其實是有原因的 那原因跟孫中山小兽算命有關 因為孫中山他老爸 小兽就請了個算命師 來算說這個兒子好不好養這樣子 結果這個算命師給他一算下去說 他這個兒子不僅會大富大貴 而且有帝王之相 那他就把這件事情告訴孫中山的老爸 結果孫中山老爸不惜反憂 因為在古時候 你有帝王之相 那個有可能會造反的 如果嚴重的話會被當今 盛上豬連九族的 所以其實 所以說如果只有帶他那些而已 整個家族的中台 全部都這樣子一掃而空 就是為了避免有破壞 所以當時他還特別叮嚀孫中山說 你絕對不可以告訴人家你的深層八字 怕去推算出來 但是他怕有時候人家可能不小心還是推算得出來 或說不小心脫口出怎麼辦呢 於是他這個時候就借助神明了 他特別把孫中山帶去玄天上帝的廟裡 去拜玄天上帝做義父 對 所以後來就是希望說 他能夠免去這些災禍 那他去把那個神像的手折斷是真的 這是真的 對 因為孫中山自小就解奧不詢 他就覺得說你們都在那邊拜神像 那個神像是木頭 哪是 哪是會聽到你的願望 不可能的 所以他當時跟村民講說 你不相信 來我折給你看 看我有沒有事 所以他就真的去折了一下 那他其實是很實事求是科學精神 但是村裡面的人就覺得大逆不到 神明只是不處罰你而已 他只是不跟你一般見識 並不是說真的就容許你這個行為 那為什麼他把神像的手折斷 然後還當國父 所以這就要順便 聽說他阿爸當時是賠了不少錢 因為孫中山爸爸其實算小有一點一點錢 所以他那時候 我看那時候他們的自傳的時候 孫中山的爸爸 那不是賠錢嗎 簡單 那個雕塑神像那個 在那個時候是不是 你知道像我們大家有在宮廟的 那個不是說你今天你賠個五千一萬 你要把整尊彩虎後 就是在雕刻起來 然後連開光 連各項的 那個是 然後再做一場儀式 然後連狹行的貢品什麼的 那個不是只有那一尊而已 你光那一桌的貢品 可能就可以再雕兩尊 不過我先講一下 就是說不是只有說出了這些錢 就可以平息村民的怒氣 所以你知道孫中山後來是被村民逐出村外的 對 所以後來他會跟陸昊東 陸昊東就是他的小時候的那個玩伴 所以兩個人就一起出來打天下 所以後來才會有所謂革命的事業 但是他這個小時候的這個經歷 也讓他覺得說 我只要有努力的話 人定勝天 所以他其實一生都還蠻科學的 不太相信這些 因為他是個醫生 對 但我覺得這傳說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後來我有就是研究 那個什麼西安事變的時候 其實蔣介石在西安事變的時候 他摔傷他的背 他要討難的時候 他的背摔傷了 那其實就很像烏龜 一摔就再也翻不起來了 我第一 我小時候在學的時候 第一批接觸的法師道士 就是外省人 他們有講很多這種 他們講說蔣介石為什麼是烏龜經轉世的 就是烏龜的這個 因為他出生在慈湖 聽說他出生的那一天的時候 整個慈湖的烏龜跟那個憋 就是他們講大陸外省講那個王八 全部都浮上來 然後毛澤東出生地在唐山 唐山 他出生的時候都有蛇 他不是韶山嗎 韶山 然後毛澤東死的時候 聽說隔沒多久 唐山大地震 蛇就全部都跑出來 一九七六年吧 對 然後蛇就全部都跑出來 而且他們那時候外省人還講 其實這個東西在在大陸內進就有傳說 民國初年的時候 滿清末期的時候 有好幾隻妖精 我有點忘記 好像五隻還六隻 袁世凱是殘除 我記得 我記得很印象 他說袁世凱是殘除 因為袁世凱信奉養生 然後他每天的時候 早上清晨起來 然後用茶水塑完口之後 他就會挺著他那個很大 那個肚子在那個你知道 他們那種豪宅 那種長廊 因為他後來要撐地嘛 那這樣他皇帝 他就會在那邊一直吐吶 因為吐吶的時候 他那肚子就很大 就很像青蛙在那邊打那個嗝 而且聽說他登基當皇帝的時候 他不知道哪個腦袋不對勁 他的龍袍是綠色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 我的長輩是這樣講 所以就坐實了 他是殘除金糾金 喘世了 以前老一輩很多這種 各式各樣很好笑的民俗故事 那我想請教關鍵老師 人家說會手 會手就夠很誠意 一般民間的老魚 五代的說法 像我們年紀小孩子會聽老人這樣子 阿嬤那一代去講 說都到狗要小 可是我們以前當然就是懵懵懂懂 一直到我們出社會之後 去應驗 或是說 我們知道很多身邊的案例 那其實我們講酒 我們一三五七九的酒 其實這個酒 他就是一個基數 那基數在最高 酒過去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講說基數在最陽性最高的時候 那物極必反 陽性最陽氣罪是一定會轉衰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一般的認知 就是什麼叫酒 像譬如說我們農民力打開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像這個八十八零年代你現在就覺得說 你要一直看我 竹稅 他們會記竹稅 身分證 健保卡 那會應用在公家機關 那很多年輕人不知道什麼是虛稅 但是一般普羅 民間的老一代都是農民力扭起來 你就是譬如說八十四年次 今年八十四年次虛稅一定三十歲 農民力上的 現在是一百一十三年 對 所以八十四 他虛稅一定是三十 因為我們生出來就一歲 虛稅 我們現在說的是說十歲 對 你看虛稅是三十 那他的生日一定是在國立一到十二月 一定會碰到足二十九 那對對對 對不對 好 足 那還有如果今年是八十五年次的虛稅 是二十九歲 農民力上的 那是不是已經虛久了 對 所以我們會判別在一個虛久跟足久 這樣的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提防要小心 有時候說拍照 拍照不好的酒 所以從老一代的流傳下來 其實你沒有任何科學的依據 但是就是像我身邊有個例子 就是說這個客人他爸爸就是當年 他覺得這個伯父在他們家常常來的 一個客人 親戚變成親戚了 是爸爸的外貼不貼在 所以有 他記得有一段時間 聽說那個爸爸的外貼不貼在伯父 他開一個模具工廠做不好 賺很多錢 那時候有聽到爸爸跟阿伯他們在討論說 他現在又要擴邊 又要增加機器的這個投資設備 那大家也替他很開心 後來沒想到他竟然是已經設定好 請爸爸要當他的寶人 那大家想說 阿伯生你做到這麼年 那麼多 感覺就是賺很多錢 然後我告白一些 都是比較還不錯的朋友 那後來爸爸好像也自然而然 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爸爸那年也走空王運 受朋友之託 可是好像覺得說 自己兄弟 因為那個爸爸本身也是蠻 蠻重義氣的 自己兄弟就開嘴了 然後就牽下去 之後呢 沒有多久 他聽到他的媽媽 跟他的這些阿姨們 糟糕 連夜就是完全就是 就是 包含有種種的痠 開始就是有一點點 敢 想講 又不敢講 就覺得很更小 他們發現說原來那個阿伯 開模這個阿伯被帶去 破壞狗 就是被攝取了 因為大家覺得你很空高嘛 你就是都你兄弟 看這間工廠很嫁大 生意又這麼好 又請這麼多員工 那我不額你額誰 他就變成露出這種 蠻好多 那人家就把他設定目標 鎖定很久 跟他的歲數有關係嗎 跟他歲數是爸爸 我是客人的爸爸 當時他回小 他那時候只有國小 可是他回推爸爸 應該是當年虛稅 我們講農民率翻起來虛稅 五十歲 那如果我們講虛稅五十歲 是不是就反推足 那我六十一就可以幫人家做飽了嗎 六十一 為什麼 做台語 來看情況 不要跟人家做飽了 真的 有點風險 就是有風險 不過台灣人確實是這樣相信 就是說我有朋友五十八歲 他就不需要過五十九歲 他就做六十大壽 直接講到六十了 我六十了 不講九 老師為什麼 因為 教不好 十九 二十九 三十九 四十九 五十九 真的 六十九 光這一個三十九歲 我服務過的原神功的 逢酒最怕喪煞 有的人就 什麼叫喪煞 最怕 你剛到那年他又怕喪煞 那有一些人不知道 也沒有人指典 他就莫名其妙就走了 為什麼 因為他碰到喪煞 所以有夠的人 因為你剛到二十九 三十九 四十九 不要去參加喪失 喪禮 如果他有喪煞就不要去 你要怎麼知道他有沒有喪煞 就是要 你要請教人家 如果你不習慣請教 就避開 不要去比較好 所以如果是人家給我們問 我現在昨天就告 人家給我們問 我都不要說告 我都說接結會 對 都說 打開了 我不想問 你怎麼會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